跳交易舞 你就说是跟再老太太跳 我也接受不了 那可以不跳 这事儿 你电话留下 我电话留下 有事先沟通沟通 老肉科 便留了 今天来乡亲的大哥大姐 真不一般啊 大哥不喜欢跳舞的 大姐说不跳了 大姐想要大哥电话号码 大哥直接拒绝给 这大姐是有多相忠着大哥 为了大哥都卑微到这地步了 为了得到大哥的肯定 可以把自己喜欢跳舞的陈恋戒了 为了能再次联系到大哥 主动要电话号码 可大姐的不断努力 还是得不到大哥的认可 大哥一而再 再而三的都直接拒绝 大哥 你这也太牛了吧 尾巴都桥铁上去了吧 这么绝情 不给别人任何机会 也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 你这态度能找到老伴吗 不过 大姐 对于刚见面的陌生人 还是不要表现得这么热情似火吧 优着点 矜持一点 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老年相亲真是太有趣了 真是专之不开心的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 叫张淑春张大姐 57岁 丧傲 有住房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大姐上次相亲 上过节目 爱穿爱打扮 一直做生意 卖学校课本 做生意的 我们还真的做课本 卖十年 整个我们一收三人 都在县城的学校 我基本都跑遍了 上次相亲 因为不想回农村 所以相亲没有成功 这次不知道 这位大哥能否入他的眼 是刘彦君刘叔吗 哎呀叔 是吧 关键上你的叔 可是坐四个点车 走啊 太精神了 太精神了 等着等半天了吧 刚刚向头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叫刘彦君刘大哥 64岁 丧老 退休金1000元 有住房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虽然退休金不高 但农村还有电 施力有房 不过大哥 为了能来施力交涉社保 农村的地 已经租出去二十多年了 现在还有多少钱呢 还有多少钱 还有一千零点 多少地啊 就起募地 大公交付 也给钱 一年能给多少钱 本年支部多算 没 农村租地加上退休金 一年也有两万多的收入 大哥之所以一直生活在城的 是因为自己儿子首先开修理店 大哥与老伴就帮着儿子干 后面儿子又开服装店 大哥又帮着干 所以一直跟着儿子干 八年多了吧 你干啥 咱现在生活保障有没有 那你说没有 我这些年没开始 那我也过来了 儿子没干了 大哥也就什么都没干了 处于休息享福了 大哥虽然不干活 但日子还是照样过 而且还把结局下来的钱 借给朋友包工程 借给他别人包工程 借给别人的 22万 借多久了 好几天了起诉了 到法院到指定厅那边了 那是咋个事啊 为啥借给他呀 你不出一点欲信 有签条 借条啥的吗 那结果法院的 都有 这是啥结果呀 结果的 这就是 让他卖掉的地上的 本来想要靠以前生钱 但现在本都还没要回来 不过已经起诉了 应该问题不大 大哥 你这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是没休息好吧 跟红娘说话都是哈家连天的 谈起自己已经过世的妻子 大哥还是充满了怀念 那这正经过日的 人家也找那样事的 那是找不到 能干 咋能干 有一年我把我连自己家地 再把我丢屋上地 早些 却黑 就是上帝哥 亮点一八 八王的晚上 吃完晚饭 好想把吃完回来 那干活 这干活呢不用说了 成也恨活了 八方移我也制造不住 比如过人家 那胳膊移也住 那这干啥活都行 杀了 杀了 妻子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无论干活 还是过日子 都是一把好手 谈到老伴 大哥是笑容满面 可是最好的老伴 也难逃病魔缠身 老伴就这么走了 大哥难掩伤心 老伴走了 虽然有人给大哥介绍 但大哥在老伴走后三年 才找了一个 但与以前的老伴相比 差远了 过日子 就是家有啥 一共做 三年 七年多啊 一年连十次饭都做不上 就他洗衣服 我得看了 他还洗个蓝筋 还咋的 洗他衣服 就整着 羽绒服 搞洗衣机的甩 玩股票 做这 我那洗衣机 我损了半个 他的屋地 能俩麻烦 高脚 都不 像这沙发底边 拿过你里边不擦 把边里 不擦过 那干活就刷了 电饭锅 你把烧完了 你整赶紧麻布擦 他 里边到时候 做饭还得现了 磨磨叽叽 所以一起过了七年多后 还是分开了 大哥现在又单身三年了 身边没个人 确实孤单寂寞啊 还是要找个老伴才行 那他想找个啥样的呢 小一个头 稍稍大一点 一米六左右的 身材描掉点 身体健康点 那就可以了呗 大哥 你这又是外貌协会的啊 其实不要繁殖后代了 还要讲究什么身高啊 不知道今天来乡亲的大姐 是否合适她 在红娘的带领下 大姐来见大哥 来到大哥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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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手经验呢 好 好脚子啊 好脚子 妈 摘着包饺子 不是这样的 一种口味吃饭 快点 吃了这样 是啊 挺微信的 哈哈哈哈 我现在都给大表看你了 哎呀 我还没给你俩介绍 一看一看 思雅了 光流了 对 多把锅儿踩进来 这不什么事啊 你 你咋子都弄下了 不是 那觉得太热了 我走急了 走得也快 干啥极限 妈 挺好 真挺微信的 因为吃锅儿园 一瞅就瞅就瞅了 咋瞅就像锅儿园的人呢 瞅哪方面都是锅儿园 褲子 挺晚的 挺晚的 这个是刚才换 其实不是这样 你瞅挺晚的 哎呀 挺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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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嘴儿的 找着学别 那些东西 都挺鸭嘴的 鸭嘴儿的 我就喜欢这样 干净力量 我就喜欢这样 干净力量 挺痛的 很丑 哎呀 哈哈哈哈 红娘还没来得及 给两人介绍 大姐冲进屋 就到处看 还翻看大哥的床垫 和衣柜 大姐是看得起劲了 对大哥是很满意了 那行 行 也挺干的 咱这进屋 咱这进屋就四处丑 这丑啥呢 就丑了这屋 看什么官员 丑哪方面 啥的 你说县长 那先擦着 能看出不了 那你看出 是不是县长 不是不是不是 县长那都看 鸡脚嘎儿 都看出不了 哪个啥的 但是你说早干 那边一个男的 他跟你也是两码事 对 鸡脚嘎儿 但是说一个男的 这就可以了 他就行 但大姐 你这热情也太过头了吧 刚进人家门 你就如此肆无忌惮 就不怕冒坏别人吗 大哥对此就有意见了 丑了 他一人的性格太急了 从哪儿 哪儿来的 你说话了 脑袋 不像我肉的孩儿 确实 这大姐太急了 作为主任的大哥 还没来得及 给大姐打招呼 大姐就把自家 翻了个底朝天 与大哥这慢腾腾的性子 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大哥为了迎接 大姐的到来 准备包饺子款待 大姐经过 对大哥家的一番考验 对大哥的印象很好 所以也就主动 要帮大哥包饺子 我就喜欢这样的事 人员 天上就是 啥人都可以好 来分之完就是这件事 如果没缘 咋的 我多少钱 大姐 你这安送求伯 也太明显了吧 越看大哥是越满意吧 大姐 你不是稀罕大哥的慢性子吗 怎么看大哥 擀饺子皮太慢 你又受不了呢 来 我给你擀两个 哎呀 哎呀 这真是个傻子 哎呀 一看过去的时候 太远慢了 那呀 随手 我给你擀两个 哎呀 你擀这皮还挺圆呢 行啊 你擀吧 这玩意不得再机子 我要给你团团完 你给我擀一下 这大点的 小点的 随便吧 你干嘛呀 真的还没关 现在就随便了 哈哈哈哈 我这啥天没有 就是做饭 你咸的淡的 啊 那苦了辣的 那都没事 你属啥的呀 主猴的呀 妈呀 跟我家我哥同岁 啊 我家我哥也属猴的 属猴的 属猴的性格老猴的 脾气还好 哈哈哈 不是你这一天太活活了 不能适应的啊 就我这性格 骑得咔嚓又呗 发事推磨叽 你已经多大岁了 我五十七 属龙的 一缓不撒 身份证都带着呢 哈哈哈 太大了是不是 这主角太大了 我就不喜欢太大了 哪一会儿呢 那我就不喜欢 可老大了 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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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资格来吧 你啊 哈哈哈 我学了 鞋子吧 你看太大了 大小的小 哎呦天啊 这真快啊 还没加快你 这点天上 你家有点磨开 这不还得 你又磨不开你 你又带磨得开你呢 他给你拿着吃上了啊 你煮我就得吃啊 你煮不就吃了 就吃 他多大年了 有啥磨不开你 啥事 哪是啥磨不开你 你就说爷爷 那火车都提速了你 嗯 包这些吧 爷包这些吧 爷爷爷 你就干了 你就都包出来呗 你就帮孩子煮我就吃呗 你看差那点了 肯定先菜一样 菜就吃饺子 菜不菜就无所谓 你就别整肉饺子了 孩子弄了 你吃辣椒子 那你早点来也好 说啥你 我也不知道 我让你这么帅 我早点来一来 哈哈哈哈 让你这么帅 我早点来一来 你不告诉我 你干净的包 包包包包 那包你包你 就是你差那点 那帮孩子走六点六三千 昨天还回不去 那听你的吧 那并不是个听我的 你这孩子吃一个俩子 那干啥呢 还抢着干 不是嫌弃大哥太慢 就是嫌弃他做的太大 还要求他多包点 给大伙吃 大姐啊 你这一副当家主母的做派 比大哥这个主任更显的是主人啊 这让大哥怎么能受得了呢 毕竟这是大男人的天下 是男人的家 自己只是来做客的 而且是来相亲的 你这样肯定会把大哥下馈的啊 刚见面就夺走了他当家做主的权利 谁敢跟你过啊 大哥肯定有意见啊 就是他俩跟他俩过日 有他没别人 大哥觉得大姐太强势了 大姐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性格 自然表现 而且自己也是个讲道理的人 性格就是这样的事 咱不能装也不是伪装出来的 但是将来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啊 嗯 咱如果要有产生分歧了 有啥分歧的 那万一就是有意见不合呢 那分啥情况呗 那就是看谁对你一处呗 啊 那言之讲理不能互讲漫长 那言之他就是讲的 他就是这包迷呢 这得打这玩意 那肯定不打这玩意 不能说别的意味 那就讲道理了 大姐你这是相亲啊 确实应该收敛一点啊 不要这么热情过头啊 你这的确强势啊 只能按自己的来 接着大哥问他跳交集舞的问题 那些跳舞跳交集舞呢 那我还吵得真不重 那你说错了 跳舞呀 这都是人的都做练 人就早做练 百分之百分之七十都没好啊 那你说错真说错了 那你绝对说错了 不一定啊 你跳交集舞还是广场舞 有时也好溜的溜的也好玩 我告诉你我好沉淀 我们早一都沉淀 你你别人去哪沉淀呢 有时早一然后去舞厅 咱不撒谎 一句话不撒 不能撒谎 撒谎不行 大哥觉得跳交集舞的不好 可大姐就不这么认为 还说大哥的观点是错的 开样子大姐讲道理 也是觉得自己有理的才是道理啊 自己做的就是好的 就是有道理的 两个人一直在为跳舞这个是争论 那你有几个孩儿 你跳散多少家呢都 这玩意我请你反着 我从来不跟男的跳舞啊 没接受男的 我从莫老师在舞啊 莫老师是女的 听明白 大哥是接受不了跳舞的老伴 刚是老太太也不行 就是呢 就跟你的跳 就跟死人跳的不行 跳交易舞 你就说是跟再老太太跳 我也接受不了 那可以不跳 这事儿 确实好多家庭是因为跳舞跳伞的 大哥接受不了跳舞的 大姐改变不了大哥的看法 又因为自己相中的大哥 所以干脆说自己可以不跳舞 虽然大姐已经让步了 但大哥还是觉得大姐不合适 你要走三里地 我能走一里地 那好吧 我走走道是肉的孩儿的 那你 你告诉你 我人必须有 你先问你家一位 老幼老幼的了 我说三点十八 他那五点多家 就这幼的这成都 毕竟两个人的性子 确实完全不一样啊 一个火急火撩的 一个慢悠悠的 不过大姐可不想错过机会 毕竟也难得自己看中一次 你的性格 我这肉的行 跟你也真的不一定能走到一起 你看你也没处也不知道 咋回事 我这人不会装 那处处看 不行就拉走齐了 可拉咱俩去做朋友 做朋友 做朋友 不是 那也不能一下子 我就跟你做夫妻 做老伴 那可能 你想要做老伴 我不了解你 你也没上我家看 还没看着我家孩子 那就做老伴了 我也没看着你看 那你通过孩子能不能同意 验不验可 很多事情 不像你想要别的啊 今天这方孩子来了 咱俩就成了 就老伴了 那不可能 对 那不可能的事 都得从朋友做起 本打算从朋友做起 先出处看 但大哥就是不同意 觉得两个人就是不合适 自己也驾驭不了 我这人吧 反正就是肉的孩 你像这样的事 那我真驾驭不了有点 那也不行 不行就拉倒了 不行就这玩意不是免钱 大姐又主动要留电话号码 你电话留下 我电话留下 有时间沟通沟通 捞住客人 别留了 别留了 行行行 其实留个电话也都不准备 不可能打有谁 真的都无所谓的事 大姐的再次争取 也以失败告终 大哥就是有这么牛气 就是看不上大姐 大姐就看中了大哥 可大哥就是不给机会 所以两人相亲 只能以失败告终 大姐你这太热情了 太主动了 男人就喜欢自己追的那种 得不到的更想要 太主动了 反而吸不起他们的兴趣 你还是矜持一点嘛 大哥 如果你真心实意找老伴 真心实意过日子 其实找大姐这种的实在 你慢腾腾的 大姐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继续享受你的生活 不是更好吗 当然这个别人说了不算 过日子是自己的事 两个人相处好不好 也只能自己说了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